中国历史上的这个共同富裕 这个词虽然听起来非常灿烂辉煌 但是在共同富裕这个问题上真正追究起来 那么在中国历史上唯有邓小平的这个时期 邓小平起主导作用的这个时期 真正实现了共同富裕 我们必须知道共同富裕它是一个相对概念 相对的概念 如果说在历史上历朝历代 那都是封建王朝 那无非是帝王将相才子家人 所谓的富裕所谓的财富 那么只跟这些人 也就是帝王将相才子家人 密切相关的 跟普罗大众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在这个历史朝代 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在一边了 那么在现代 在现代中国社会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大部分时期的话 共同富裕跟老百姓还是没有关系的 无论是民国时期 蒋宋那个时代 一个主力财政 一个是做民国的统治者 蒋介石 那他们也是集中权力 只不过理由可能是有差异的 集中权力的理由是有区别的 但他还是依旧是集中权力 在这种情况下 财富 几乎不具备任何共同的特征 可能在集中社会 在民国的时期 也可以有 没人管 也可以发财 但基本那个时代的中国社会 根本不具备发财的条件 不具备发财的环境 你怎么发财呢 还是只有少数人的事情 发财 富裕是少数人的事情 那么到了邓小平的这个时期的话 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 共同富裕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 尤其是过去不可想象的一批人 也实现了富裕 比如说我在国外 我也可以看到一些非常阔绰 很富有的年轻人 开着保时节了 除了学家了 做很多这个让人瞅目的 那种财富节省才会做的事情 就是炫富 就是炫富 国美美 在中国社会是一个很著名的例子 但他们为什么能炫富呢 他们为什么有资本 有这个钱 做炫富呢 因为他们有父亲 肯定是有一个家庭里面 有一个发财的人 这种发财的人 实际上在中国的这个社会当中 在过去 他们根本没有机会 他们是社会的底层 这可能是村里的人 村里面先父亲的 胆子比较大的 先走出来的 那样的一批人 在很多边缘的地区 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房地产商 开发商 依然可以看到很多非常有钱的人 在很多的县城 边缘的地方 我们依然可以看到那种 惊人的高消费 对吧 惊人的高消费 不要以为这些县城就没有 也有 他们也有富裕取来的人 那么可能有人会讲 那些特权 都是权力的 权力中人 才有这种情况 那权力来自 他的钱来自于哪里 他还是来自于社会 来自于社会 对吧 就是社会当中有有有钱人 那么他们才可以 再跟有钱人在一起 那么这些有钱人的话 在邓小平的这个 这个主导时期的话 他非常普遍 他往下下沉 下沉到这个社会的 基础层面 无论是边缘的县城 村庄 还是各种各样的行业 各种各样的产业部门 都涌现出来了一批 一大批 这种财富人士 所谓的高净值人群 这在中国历史上是 从未有过的这种现象 所以要谈到共同富裕 应该还是说这个 这个邓小平主导的这个时期 是在中国社会 无论从历史还是现代 真正实现了 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 共同富裕 在其他的地方 跟邓小平主导的这个时期 相比的话就差得很远 历朝历代都是一样的 差得很远 如果走向集中权力 权力只要一集中 资源就肯定是集中 你的钱 他的钱都是资源 那么这些资源 都会集中到一个地方 这个就是这个集中 不会导致整个社会财富 和普遍赋予的基本道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